我要來問一下我們先反過來談好了 昨天就已經大概了解到黃建廷出來講的 當初跟郭台銘在3月的時候曾經有過這麼一個對話 那有Plan A Plan B Plan B甚至他已經談到了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又或者是郭台銘還主動提出說那往後移押等等的 不過我想先問一下 我們的陽明哥就是 在這一番言論之下 今天郭台銘早上的這一份發文到底什麼意思 他說 不要挑撥而斷送了美好的盛戰 或是說近日有新人士居中挑撥等等的 慾棒相爭將使得愚人得利 台銘對此感到憂心與痛心 還說對於國民黨高層 台銘始終一路情意相挺 真心付出 並無任何怨言 更在此呼籲 不必要的這一些他們都捏造等等的到此為止 更說 攜手對抗 基伏已深的民進黨政府 那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解讀啦 有人說呢這個是不是 你要澄清當初講的那些 或是讓我澄清說我要成為第四勢力這件事是誤會呢 還是你也深知這一系列的爆料 再加上後續可能將啟動的 也許有回鍋計劃 所以他在減少失血 不過這篇PO文 我要請楊明哥你看了之後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首先呢我覺得 第一件事情 這個 這一篇文章 對 國民黨是 絕對正面的 一件好事 怎麼說呢 因為郭台銘他說呢 他 第一個他強調 他 非常關心中國 中華民國跟國民黨的未來 如果他今天只關心中華民國 他不關心國民黨 那 也許他有一天 就是所謂的獨立參選這條路 他是有可能走上去的 但他說他會關心國民黨 然後呢第二個 他說 他大家都知道 要 攜手 攜手 在野陣營 要攜手努力合作 才能推翻 這個 民進黨 是 他這個 我覺得他今天這篇文章 強調的就是 你國民黨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 放一些 奇怪的話 什麼說呢 不管是 Plan A Plan B 就是你不管是 A計劃 B計劃 C計劃 那個時間點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那個 黃建廷說的3月12號 那個時間點 郭台銘 還在等國民黨的一個辦法 還沒有正式宣布 參加國民黨的徵召時間 所以在那個時候也許 國民黨會給他很多很多的建議 我相信有這場會面 也有 裡面可能也有觸及類似的這個議題 是 可是 對於 後來4月5號 就是這個郭台銘正式宣布以後 他從美國回來 正式宣布我要爭 我要爭取這個國民黨徵召的時候 那3月以前的這些討論其實都不算數了 都不重要 而且都不重要了 因為他已經定了一個決心 他在這個時間點 他要爭取的是你國民黨來提名他 那一直到5月17號 也就是 侯友宜被徵召 這一天為止 郭台銘 等於說他徵召總統這條路 告一段落 可是他現在 這段時間 從5月17號到現在已經7月 快要中旬了 大概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很多人對郭台銘有 很多很多的想法 有人會說 他該不會要選吧 他該不會要怎麼樣吧 他該不會要怎麼樣吧 各種猜測 那 從他今天這篇文章的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什麼 他 參不參選 他有一條 有一把 有一個界線 這個界線叫什麼 他還是以 推翻民進黨為最重要的目標 那 當他今天有一個這個前提的時候 除非你今天國民黨對他 繼續這樣子 羞辱 就說 他拿那個三國引力當中 離間 離間的這種策略來講 就是說 除非你要我們翻臉 我說有人故意放這個話 是要我們翻臉 是要 郭台銘 獨立參選 是要把郭台銘跟國民黨 送上絕路 為什麼國民黨裡面有人要做這件事 這是郭台銘的意思 郭台銘這篇文章的意思說 你國民黨 為什麼有人要逼我參選 郭台銘到現在有沒有宣布他要獨立參選 沒有 上禮拜 有名嘴說 7月23號 郭伴還特別發聲明駁斥 所以徐曉星才能去主持這個 對 那個郭台銘的董事長來講 因為他保證 徐曉星 主持的期間 他不會宣布參選 那 注意喔 之前 那個國民黨裡面 通過的那個叫什麼 柯文哲條款 他不是 其實我解讀 我那時候解讀說 他也有郭台銘條款的意味 但是 那個郭台銘條款必須要在郭台銘 宣布參選之後才會 那個條款才會生效 可是 現在郭台銘還沒有參選之前 郭台銘的第一個比較大的動作跟國民黨的互動就是 去高雄台南跟六位 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合體 請問 國民黨處理嗎 有處理沒有嗎 國民黨目前還是認定郭台銘是他的盟友 那為什麼黨內有一群人要急著把郭台銘 羞辱 那 我就不得不懷疑喔 就國民黨裡面有一派是這樣認為啦 郭台銘趕快宣布參選 斷他的後路 因為只要郭台銘宣布參選 科德粉 回歸 國民黨的人回歸 郭台銘會被邊緣化 他們期待的是郭台銘的民調持續往下 那郭台銘自然消失 可是這種 這個叫險招啦 理論上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主事者 你該做的是什麼 你該做的是 怎麼樣都要拜託郭台銘回到這個國民黨的框架裡面 支持侯友誼 這個才是 所謂的上上策 如果郭台銘跟國民黨跟民眾黨結盟是他的上上策 那國民黨當然是跟 郭台銘能夠達到一個 最好的共識 就是 你來支持我們黨的候選人 這是一個最好的上策 那現在郭台銘當然他會 保持一個 一般人人家保溫 一方面 現在叫保溫郭啦 那為什麼他現在要保溫的原因 是因為國民黨內部在亂 有人認為說是 你郭台銘的力量在亂 我們不管是不是郭台銘本人指使 中常委 等一下徐宏廷可以自己講 但是 但是 我覺得現階段 郭台銘他這篇文章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如果不是郭台銘親口說出來的話 什麼親郭人士啊 什麼某某某啦 我認為現階段都不可信 這就這有點像喔 大概幾半年以前喔 那時候一天到晚就有人說啊 韓國瑜要出來選啦 韓國瑜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韓國瑜還自己 說喔 我的行程喔 如果不是我自己公佈的 通通不算數 現在郭台銘身邊就是有一群人希望他選 這個這個毫無疑問 有人希望郭台銘選 但是郭台銘今天文章表明了 他有一個最高原則就是 要下架民進黨 下架民進黨最重要就是要 整合整個在野勢力 而他關心的是 中華民國跟國民黨未來 我覺得這個這個論述很OK啊 這個論述很OK啊 但是如果今天 就好比說黃建廷講 誰講換誰 就是歷史罪人 那今天 誰把郭台銘逼到參選 誰就是國民黨罪人 沒錯 我要為他小心啊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是 昨天黃建廷出來轉述的這一段嘛 那有分為A計劃跟B計劃 A計劃叫郭台銘全力衝刺 那如果被徵召就選總統 那侯友宜就留在新北來當市長 但 現在備受討論當然是這個B計劃 願意支持侯友宜安排到 他自己要安排到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甚至有什麼盡力法院當院長啊 他還說不用我不用列不分區第一 我反而可以排後面一點 有這個催票的效果 那不過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們看到其實不只是郭台銘 我們講今天的po文 他昨天郭伴這邊也特別講到 千萬不要成為打擊友軍的武器 讓郭台銘 深感心痛 那不過黃建廷的這一波操作 你認為是為什麼呢 我必須先講 在這個 我先解釋一下我眼睛好了 現在好像被加爆 很多人很關心 即興解磨眼 所以眼睛很腫 那我先講這個B計劃裡面呢 在這個B計劃裡面 的前半段就是呢 願意支持侯友宜安排到不分區 第一名當 立法院當院長這個 這件事情 其實在 當時5月17號前夕 大概一個多月左右 就是說在侯友宜被提名前夕的 一個多月左右 其實我們私下都知道這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郭台銘方面的回應 但我知道他們有在談 好說 那如果說侯友宜這個出來選的話 是不是郭董願意去 做不分區第一名 做立法院的院長 那當時我聽到這個說法的時候 我就說 我覺得他不會願意吧 因為呢 這個 國會是不是多數都還沒個譜嗎 那如果 他去做了不分區第一名 然後我們國會沒有過半 然後變成 楊春立委 那不是很搞笑嗎 所以 以我自己的判斷 我不覺得他會答應 但他到底 私下跟黃建廷說了什麼 這個我們無從得知 因為 目前也沒有聽說有人有這個 錄音或是小筆記的這個 更進一步的這個證據嗎 所以到底 兩個人說法的出入 誰對誰錯 我們外人沒有辦法知道 只有他們 兩個自己心裡 才會知道而已 甚至其他的幕僚 在這個時段裡面 我們通常 這麼重要關鍵的議題也都會請幕僚出去 所以當下那個房間裡面有多少人 有沒有人證 有沒有物證 那其實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看到 所以演變成一個各說各話 那為什麼各說各話 這明明大概是5月 4月跟5月的時候的事情了 那4月跟5月你看喔 我也知道這個是 但我從來沒有對外講過 就是因為 不確定講了之後會不會變成一個新的風暴 我覺得這個是人家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 狀況就不說 所以呢 你看黨中央 從5月17號開始 一直到現在 已經7月11號了 兩三個月了 基本上都沒有 聽到他們去把過去 兩三個月前的討論拿出來 那為什麼此時此刻拿出來討論呢 當然很清楚的 就是因為 7月23號的全代會 那黨中央這邊一定認為說 所謂的挺郭派 還在蠢蠢欲動 那到底這個7月23的所謂的難關 能不能夠渡過去 其實他看的 不只是說 這個所謂的民調 因為民調是有初選的時候才看民調 現在換不換人這件事情是看 黨內的要角 以及朱立倫能不能夠扛住這樣的壓力 其實民調是高是低都沒有差 今天就算口有的民調只有一趴 黨中央已經提名了 說不換他當然有正當性 當然有理由說不換嘛 所以不會因為郭台銘假設說他 這個月民調高起來 所以他被換上去的機會就比較高 其實並不會的 大家可能誤會了這個制度 不是這樣子的 媽媽 你呢 поз 2011 你呢 所以